这里是由藏族建立的三个王国之一 这里在清朝的时候曾经是大清的附属国 当年英国就是从这里入侵西藏 并且和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 印度用了35年的时间 最终将它并入了自己的版图 它就是中国唯一消失了的地上邻居 西金王国 西金位于中国西藏的南部 西边是尼泊尔王国 东边就是非常有名的布丹王国 西金的面积大约只有7000平方公里 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西金王国 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跟英国所争夺的对象 而且最终在上个世纪的1975年 被印度强行并入了自己的版图 成为印度的第二十二个邦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西金的历史 西金王国是在公元1642年 由来自于西藏的一群贵族 在这里建立的王国 它是一个封建君主制的国家 但是西金王国的国教是藏传佛教 由于它来自于西藏 而且所信奉的宗教又是藏传佛教 所以西金王国从它创建的那一天开始 就跟西藏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为谷歌我是藏族 所以从小我父亲就跟我说 像西金和布丹这样的王国 都是由藏族建立的 他们和西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西金我们在藏语里称他们为 这准 这准的意思就是生产大米的地方 这就是大米的意思在藏语里 准就是区域的意思 所以这准这个名字 你就代表着西金的第一个地方 盛产大米 我们知道在旧西藏的时候 三大灵主也就是西藏的统治阶级 他们所吃的大米都来自于西金和藏南 所以西金在西藏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 因为所有的寺庙和统治阶级 吃的大米和很多的供品都来自于西金 说到由藏族所建立的国家 在西藏周围不仅仅只有西金 它还有拉达克和布丹王国 西金王国拉达克王国和布丹王国 但是现在仅存的只剩下的布丹王国 拉达克和西金都在二战以后 被印度用各种各样的名目所并吞了 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在布丹王国 对印度的很多的行为都非常的警觉 他们也很担心未来会被印度所吞并 因为西金是17世纪 所以来自于西藏的一群贵族所建立的王国 它跟西藏就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直到今天 西金的主要信仰之一 也是藏传佛教 但是到了19世纪末 也就是在1890年左右的时候 大英帝国的扩张就也来到了西金 经过了几次规模很小的战争以后 西金王国就成为了大英帝国的保护国 我们从西金王国的面积和人口都可以看得出来 西金王国总共只有7000平方公里 人口在19世纪末的时候 也就是10万人不到 在这样的情况他们是根本没有办法跟大英帝国宣抗衡的 但就是在被大英帝国所占领的前20年时间 清朝还曾经帮助西金打赢了和尼泊尔的战争 并且使得西金成为清朝的藩属国 但这藩属国的关系仅仅持续了20年的时间 就被大英帝国的入侵所中断了 而且当西金成为大英帝国的附属国以后 英国就是利用西金作为前进基地进攻西藏 发动了两场针对西藏的战争 逼迫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了关于西藏的不平等条约 所以从19世纪末的时候开始 西金就被纳入了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 并且大英帝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使西金渐渐的融入他所建立的印度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向西金不断的移民 因为在大英帝国刚刚占领西金的时候 西金的主要的人口是在这里生长的土著人 以及来自于西藏的藏族的移民 以谷歌我一个藏族人的眼光看 当时的西金的主要的居民其实就是藏族 而当时几乎所有的西金的国民信仰的都是藏传佛教 但就是因为人种和信仰的原因 使得西金这个独立的王国非常难融入 英国在印度所建立的整个的一套治理系统 所以英国采取的一个方法就是从当时也是英国占领的 尼泊尔向西金大量的移民 并且当时从尼泊尔移民到西金的人 都是处于印度教种姓制度最底层的这群人 在整个的移民过程当中 英国可能向西金移民了将近10万人 这10万人大大的冲淡了西金的本土民族 和本地的藏传佛教对西金的影响 从那时候开始印度教就成了西金的主要宗教 所以自然而然的对西金的最大的影响 也就从曾经的西藏慢慢的变为了印度 西金和印度的关系也就变得越来越紧密 但是西金的上层统治阶级还是从西藏来的藏族的后裔 他们使用的语言还是藏语 他们信仰的宗教还是藏传佛教 所以西金当时上层的统治阶级还是在竭尽全力的保持着西金的独立性和自己的统治 那么时间就慢慢的来到了二战结束 二战结束以后印度是在1946年独立的 但是西金根本就没有军事能力 印度就派军队进入了西金进行印度所谓的边境巡逻 但是那时候西金还不是印度的一部分 它还是一个独立的王国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 印度逐渐的加强了对西金的影响和控制 在当时印度刚刚解放的时候 在印度的领导人里如何把西金并入印度也产生过争执 有很多的人觉得西金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用武力直接征服就可以了 但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认为 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 如果用军事力量去占领西金这样一个弱小的国家 在国际形象上会失分 所以印度从独立开始就一直对西金采取的是怀柔的方法 1941年派军队进入西金 1950年和西金签订的协约 把西金正式纳入印度的保护国 那时候西金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西金没有外交、军事、银行和经济的权利 一切的军事和外交都由印度来掌握 非常非常类似于现在的布丹王国 布丹现在也是印度的保护国 也没有独立的军事和外交的权利 紧接着时间就来到了1968年 西金的首都甘托克发生了一次示威活动 主要是西金的传统的贵族和土著民族 他们要求废除1950年和印度签力的协约 要求西金拥有独立的外交和军事的权利 但就是在这个时候 印度对西金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 他们不再谋求和平和外交的影响 而是直接选择了出兵接管了西金 当时在1968年的时候 街头发生了冲突 有相当多的当时的西金的抗议者 失去了生命 随后从1968年到1975年的印度 逐渐的加强了对西金的控制 他利用了外交手段 以及西金内部的政治团体 通过控制西金内部的媒体 对西金进行了全方位的舆论宣传 在1975年的时候进行了全民公投 就是因为这次全民公投的结果 西金成为了印度的一个邦 而在这次全民公投当中的印度耍了两个花样 首先他把这次全民公投的内容进行了绑定 这个公投主要有两项 一项是废除西金的封建统治 让西金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 第二项就是让西金加入印度 成为印度的第22个邦 印度通过自己对西金国会的影响 把这两个内容合并成了一个公投 因为当时的绝大多数的西金的土著 想废除封建制度 让西金成为一个民主进步的国家 而并不是让西金成为印度的一个邦 但是因为这两个投票内容对绑定为了一次公投 他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所以从计票的结果上看 绝大多数人都同意了这个公投 而另外一方面 印度也延续了英国的方法 从1946年印度独立开始 不断的向西金大量的移民 在进行这次公投的时候 西金国内的人口已经有超过60% 是来自于尼泊尔和印度的印度教徒 所以他们在这次公投当中 当然愿意把西金划入印度 所以从这次公投的结果来看 西金进行了一次民主的全民公投 而这公投的结果 就是让西金成为了印度的第22个邦 所以我们看到印度从1946年 自己独立了以后 他一直就在想办法如何吞并西金 当然不仅仅是西金了 他一直在想办法吞并 曾经在南亚次大陆上 属于大英帝国的所有国家 但尤其是西金 他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 包括外交 经济 以及移民的方法 最终把西金并入了自己的版图 从1975年开始 西金王国就不存在了 西金当时的国王被迫逃往国外 从此开始了流亡的生涯 那么中国直到2003年才正式承认了 西金成为印度的一个邦 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么讲了这么多 大家可能会问 为什么印度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 想尽一切办法把西金纳入自己的板块 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西金的南部 你就会发现 西金恰恰坐落在印度最重要的战略通道 西里姑里走廊上 印度有一部分领土是在现在的孟加拉国以东 而从印度本土连接到这一部分领土的 西里姑里走廊可以说是控制印度东部的咽喉要道 而西金就坐落在这里 所以西里姑里走廊对印度来讲是极其重要的 它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去确保西里姑里走廊的安全 而西金恰恰就是悬在西里姑里走廊上的达默克利斯之界 而且在历史上在1962年和1967年 中国和印度都在中国和西金的边境上发生过冲突 而且解放军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这些更让印度的领导人担心有一天 如果西金万亿被中国影响 如果是这样 西里姑里走廊的整个控制权就完全在中国之下 这自然是印度领导人的一块巨大的心病 所以印度愿意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得到西金 为的就是确保这一段战略要地的安全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西金在中国的控制之下 而未来中国又想拿回藏南 那么就会造成印度对它东方的这块领土 除了海上几乎就没有什么控制力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印度要竭尽全力的拿下西金 既不管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 也不管未来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 那么从1975年到今天经历了半个多世纪 现在的西金是个什么样子 西金人民生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首先如果你现在去到西金 你会发现西金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已经是传统上的印度人 而不是东方面孔的藏族人 因为西金的现在的人口将近有60多万 而且这还只是官方的统计数字 民间的统计数字 我找到的西金现在的常住人口有超过100万人 而这在100万人口当中传统的土著也就是藏族人已经只占到这100万人里面的不到15% 这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因为如果你了解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本身就会对人口的出生产生限制 西金的普通的藏族家庭普遍只生两到三个孩子 而这两到三个孩子当中还有一个男孩要送到寺庙里去 而西洋印度教的传统上的印度人 他们平均生育人口是5个以上 所以慢慢的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 西金现在的人种已经是印度人种 或者是亚历安人种占主要了 你很少在界面上能够看到藏族人面貌的西金人 所以西金从现在来看已经完全成为印度的一部分 通过50年的教育绝大多数西金人都认同自己是印度人 但是自从西金被吞并以后 印度对西金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投资 这也是为什么西金是印度几个平均收入最高的邦之一 而且西金虽然被并入了印度 它也是一个高度自治的邦 它有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议会系统 那么在2022年西金将成为印度第一个实行基本全民收入的邦 也就是只要你是西金的常住居民 不管你工作不工作 你都有一定的基本收入 这在相对普遍贫穷的印度 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西金的故事 从他最初被来自西藏的藏族所建立 到最终并入印度 这一切都发生在将近300年的时间里 而恰恰就是这么一个迷你王国的历史 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一个国家要想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是多么的不容易 虽然我们今天聊的只是西金 但是如果你像西金的东方看 那里还有一个布丹 它同样也在印度的保护之下 同样没有外交和军事的权利 同样没有跟联合国几乎任何一个国家建交 那么发生在西金身上的故事 未来会不会发生在布丹身上呢 如果历史发生重演 如果印度要吞并布丹 我们中国作为布丹和印度的邻居 我们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好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是谷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